为什么美国民调 联邦政府没有关门 而新的议长Johnson 他是有特别的经济手腕 政治手腕 所以导致法案可以通过吗 其实很大的一个情况 是拜登跟民调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经过各种民调显示出来 川普大概已经快要赢得 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人民很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stupid 笨蛋 还是经济 而且认为川普出了经济 的能力比他高很多 他已经输掉了五个关键州 如果这个情势持续下去 还在那边管以色列 管乌克兰 管台湾 他铁定落选了 他必须回到内政 而对美国人来讲 内政最核心的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里头 最核心的就是赤字 当你赤字太高的时候 美国国债值得一直升高 国家可以花的钱 帮助老百姓的钱 以及帮助经济发展的钱 就会不足 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宪法明白了规定 你的赤字不可以在什么样的比喻 所以才会有所谓 要由两党协商 两院协商提高债务上限 否则不可以 这是宪法里头的基本精神 美国人对于这种平衡赤字 平衡预算是一种信念 这个信念呢 在1937年就上演过 当时小罗斯福 他某个部分把大萧条控制住 没有解决再控制住了 他选连任根本没有对手 共和党派不出对手 他是民主党的 可是共和党却赢得了国会 只用一个口号 平衡预算 你为了解决大萧条 你花太多钱了 因为他又修马路 又盖水库 又盖什么盖什么 就用平衡预算 他是赢得了国会 所以我跟你讲 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平衡预算 是美国人很根深蒂固的 一个信念 在这个信念之下 如果Barton 他再去援助以色列 援助乌克兰 或者援助台湾 援助台湾的钱是很少 只有3.45亿美元 那援助乌克兰钱很多 援助以色列的钱也不少 他们现在就开始说 乌克兰你花掉了96%的钱了 所以美国本身的 赤字翻倍 还是这一次联邦政府 没有关门的原因 但是请注意 这件事情会主导 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无论是乌克兰 还是以色列 当美国向自己在欧洲 与中东两大盟友 拍胸脯保证 美国绝对有能力 在不妨碍国家经济的前提下 拿出千亿美元 政府军事预算 替乙乌各自的战争 努力添财家伙 以协助抵御外务时 美国政府听见了 自己内部的杂音了吗 它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所以那是在同时, 在同时,美国是可能在最强烈的位置 在最强烈的位置, 在最强烈的GDP的122% Paul Tudor Jones,一个名称的投资者, 在最新闻的CNBC上说, 这是最危险的地球我从最强烈的位置 在同时,美国是最强烈的位置 在最强烈的位置 可美国,可以准备取得到另一个日子? 我认为是,目前,美国可以在这里 加上尔特尔特尔的主动, 10月20日美國財政部公布數字 美國政府預算赤字 在9月30日結束的2023財政年度中 相比上一個財年增加3200億美元 來到近1.7兆美金 官方數據公布後 紐時發表評論 千萬別忘了加上學貸減免案 如果不是美國最高法院 已將之駁回 否則拜登總統 這項計畫領當為美國政府開支費用 在天上一大筆 因此精確而論 美國預算赤字 其實在一年之內 近乎翻了一倍 達到兩兆美金 白宮記者會上這道媒體提問 正是許多人心中的問號 異國預算赤字 之所以樹地擴大 太半發生在政府處於對抗 經濟衰退的工作模式 處在必須播出預算 才有辦法刺激國內需求的危機時刻 而鮮少會發生在國家經濟成長 正是現在進行式之際 美國今年第二季GDP 儘管在八月底被下修 由百分之二點四條降至百分之二點一 但全美經濟成長的步伐其實相當穩健 新增水平依然處於高點下 推升消費者支出的勢頭還在持續 事實上美國聯邦赤字增加來自兩大原因 一是政府稅收 整體下降 二是利率環境 奏變上升 聯準會存款大幅減少所致 而白宮上下正齊心把政府赤字增加的禍首 歸咎給在上述兩大成因之一的推手 民主黨2024美國總統大選最可能敵人 川普 拜登抨擊川普名副其實的債務製造者 直指他在任內最後一年的2020年 替美國帶來想比立任任何一位總統 都要高的政府債務 未能開支又無法截流 政府赤字擴大理所當然 白宮發言人尚平也揭曝 若不是共和黨另來主張替商界減稅 國庫禮當豐盈飽滿財事 然而川普令政府債務激增 替美國財政創下赤字記錄 3.1兆美金的那一年 正是新冠疫情大流行 政府必須通過金額盛大的緊急疏控案 來拯救國家形同平靜無波的消費曲線 而從2017年到2019年 川普這三年任內財政赤字 其實相比拜登擔任副總統時 歐巴馬執政四年積累的還要更少 分析指出美國今年的財政赤字 將高占全美GDP的6%左右 成為二戰結束後至2008年金融海嘯 中間歷經的這60年來從未達到過的佔比水平 更遑論年度赤字增加 必會增加美國本已龐大的國家債務 截至10月25號為止 美國國債33.6兆美元 遠遠超過了專家預估 美國2023年的經濟規模26.8兆美金 事實上多數專家認為 美國財政赤字的惡化 政府稅收減少不是主要原因 9月初彭博社評比拜登經濟學刊登專文 直言美國經濟如今火熱 其實是種sugar high 一種吃糖過後的過度興奮 而拜登之所以能帶領美國走過疫情大流行 無非是靠著他的經濟救援計劃 先透過預知政府開支穩定勞動市場 希望從何提高政府稅收來降低赤字 而這個計劃的前兩個部分確實已經打正 全美失業率連續19個月低於4% 60年代末期至今時間保持最久的一次 去年美國政府稅收佔比其實創下新高 因此赤字是從何而來的呢 自然就是通膨吃掉了稅收 而通膨又從何而來 答案早呼之欲出美國的升息循環戰 如果全美通膨已從去年9%高點 回落到上個月3.7% 但在聯準會表態明年之多降息兩碼 而非市場預期的4碼1%之後 美國2024利率已確定停留在數十年來 新高的五字頭打官 升息更高更久 美國用來支撐無上限舉債的 籌款工具美國公債 勢必因為總體環境的升息 其殖利率也跟著上升 美國政府即便同時面對超額利率危機 和通膨壓縮稅收的預算赤字危機 也要國會編列特別預算 軍援兩大盟友 這兩場意外的戰爭 皆大幅增加了美國預算赤字 尤其以哈戰爭 美國折騰了三州 終於選出的眾院議長 當選後第一件事 即是支持以色列 可見猶太人對美國政界的影響力 至於因此付出的代價 債留子孫 那是下一代政客的事